成功坐上国内市场出货量头把交易之后 7月初小米正式发布了定位于高端的小米电视 大师65英寸OLED 其也是小米大师系列的首款产品 小米10周年发布会上全球首款透明电视 小米透明电视的到来 则进一步拔高了大师系列的调性 不过小米并没有就此止步 短短几个月之后 小米大师系列又迎来了两位新成员 小米电视大师82英寸和小米电视大师82英寸至尊纪念版 从产品名称上也可以看到两款新品均为82英寸 相对于之前的小米电视大师65英寸OLED 这次大师系列两款新品的个头明显要来的更大一些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我们编辑身高为170公分 完全展开双臂之后 还是很难同时摸到电视屏幕左右两端 将尺寸定在82英寸也是有讲究的 根据我们了解到的信息 之所以没做成98英寸或者更大尺寸 主要是考虑到后期安装便捷性 82英寸大小刚好是目前商用电梯 所能容纳下的极限尺寸 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这样做的根本原因是更便于销售 尽管两款产品的尺寸均为82英寸 也都延续了小米式堆料的传统 屏占比做到了97.3% 另外小米电视大师82英寸的这块屏幕 拥有240个空光分区 峰值亮度可以达到100尼特 配合官方叫做星目睿影的背光系统 其每个分区都能够实现4096级明暗变化 并且亮度均匀性也做到了90%这样一个不错的水准 反映到观看体验上 你会明显发现它的屏幕边缘不会出现明显亮度偏暗的情况 同时能够做到暗处够暗亮处够亮的显示效果 软件优化方面小米也下了不少功夫 这款电视搭载了AI大师引擎 以及HDR动态重塑技术 能够对画面色彩清晰度对比度等做进一步提升 也正是有了以上我们提到的这些 包括杜比世界HDR10 Plus HDR10以及HLG在内 几乎你想要的认证它都有 音画不分佳 拥有出色画面显示效果之外 小米电视大师82英寸的音质表现也很棒 小米为其配备了6单元2×15瓦扬声器 其中包含4个10×34mm女铁棚强瓷低音单元 和2个20芯蚕丝磨球顶高音单元 搭配2×1声大枪体低音可以下潜到55Hz 当然它也支持杜比全景上2.0声道 兼容所有杜比格式片源 对了这款产品还首次搭载了小米立体音效 拥有增强版音频回传信档 最大资料率能够达到37mbps 可以提供出色的音频内容输出 硬件配置方面 小米电视大师82英寸采用了和小米电视大师 65英寸OLED相同的MTK9650芯片 运行内存为4GB 机身存储64GB 配备HDMI2.1标准协议接口 最高支持4K120Hz画质输入 相比小米电视大师82英寸 小米电视大师82英寸 至尊纪念版要更有看点一些 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小米为这款产品设计了学名叫做 生动之翼的自动伸缩音响系统 开机后 音箱会自动从电视的左右两侧 缓缓展开 关机则会自动收起 相对传统固定式设计 这种做法的优点 就是能够带来出色音质的同时 不会对正面的观感带来音响 这套音响系统 相当于为小米电视大师82英寸 至尊纪念版外置了两个独立的Soundbar 小米为其配备了8单元 全频段大功率原声器 有两个高频 两个中频和四个低频 三种扬声器类型组成 搭配2x2.5声超大腔体 低音能够下潜到42Hz 另外这款电视同时支持 杜比世界和杜比全景深2.0 其他诸如我们前面提到的 小米立体音效 杜比Digital Plus 以及DTS HD音频解码技术 在它身上也没有落下 回个头来再看看画质部分 和小米电视大师82英寸有所不同 小米电视大师82英寸 至尊纪念版配备了一块 82英寸8K超高清屏幕 分辨率达到了7680x4320 这是120Hz屏幕刷新率 以及最高8K120Hz M1MC运动补偿 并且搭载了SR图像增强技术 能够一定程度上提升 V分辨率内容显示效果 更重要的地方在于 小米在这款产品上采用的是 Mini LED背光技术 其共设置有15360颗 Mini LED灯珠 控光分区也增加到了960颗 由60颗独立控光芯片控制 峰值亮度可以达到2000尼特以上 借助星木睿影背光系统 遵享版技术 每个分区可以实现 4096级亮度调节 整体亮度对比度 都要来得更好一些 另外小米电视大师82英寸 至尊纪念版 不仅仅是采用了初10B的面板 能够提供10.7亿色 原材显示 还用到了量子点技术 这也使得其能够覆盖 98%的DCI-P3色域 结合AI大师引擎 以及HDR动态重塑技术 它的各项显示参数 都有了明显提升 实现了对杜比世界 HDR10和HLG的支持 提升到8K分辨率之后 小米电视大师82英寸 至尊纪念版的核心配置 也有了相应的变化 其搭载的 Novatek 72685 8K电视芯片 其中CPU为双核A73 加双核A53 GPU为四核马力G51MP4 匹配的是4GB 加256GB存储组合 流畅性方面 没啥可担心的 这款电视也同样配备了 HDMI 2.1标准协议接口 最高支持8K 60Hz的画质输入 除了以上我们提到的这些 小米电视大师82英寸 至尊纪念版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小米为其设计了可旋转底座 可以左右小幅度转动 来获得更大的观看角度 系统部分没啥太大意外 两款产品均搭载了 MIUI4 TV智能电视系统 那只小孩同学3.0 你可以通过遥控或者语音的方式 来控制电视 当然他们也和其他小米电视一样 可以作为智能家具的入口 来控制其他米家设备 对了这次大师系列的两款新品都加入了5G模块 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SIM卡的方式 接入5G网络来实现在线观看视频 有关这项设置可能目前来讲意义没有那么大 不过未来随着5G基础设施建设 日益完善 某些应用场景下还是有必要的 有终究没啥坏处 至少在可预见的时间里 它不会因为不支持5G而显得过时 至于资源方面 小米官方称已经和爱奇艺 腾讯视频 优酷 芒果TV 哔哩哔哩 达成内容深度合作 同时也有蔚来电视 华术 百事通 搜狐视频 剧体育 剧精彩 南瓜电影 4K花园等平台提供内容 总的来说 小米电视大师82英寸 更符合我们印象中小米做产品的思路 是一款堆料很足的高端水桶机 几乎在这一价位段 你想要的配置它都没有落下 而小米电视大师82英寸 至尊纪念版则是非典型小米产品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它比较趋近于小米透明电视的产品理念 其并没有过多考虑成本因素 而是放开手脚 在技术层面做了很多其他小米电视上 没有的全新尝试 正如两款产品命名规格上所体现的那样 小米电视大师82英寸 有着大师系列的高水准 而小米电视大师82英寸 至尊纪念版 则在高水准的基础上 又往前迈了一步 在大规模量产的框架下 将各方面都做到了顶级 相差很大的定价 也足以说明这一点 小米电视大师82英寸 为9999元 而小米电视大师82英寸 至尊纪念版 则来到了49999元 理论上前者更容易走量 而后者对于小米 在新技术探索 以及冲击更高端市场 这两个维度都更有意义 没关系 更高端市场